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 全国各地都在做反应的工作 不过基本的反应物资 像是酒精 医疗口罩等 市场上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 而日前有媒体报导 制作酒精最重要的原料就是糖 因此糖的价格正不断地上涨 午夜疫情如果没有解除 预估糖价会涨五成 许多业者担心在制造成本上有损失 西点的部分上也用糖的量多 因为不可缺的话 像面粉内根 你要做面包 你要做蛋糕 都是需要用到糖的 相对上的话糖如果调涨的话 对我们来说成本上 一定会有一定的损失 武汉肺炎影响观光业 像我们这种伴手礼的 也是会直接被影响到 那如果五月份糖价 真的有要上涨的话 那这样子我们业者 要吸收的大概就是会再两成 不过台糖公司砂糖事业部表示 一二月糖的价格确实有上涨 主要是前两年糖的产量较少 不过到目前为止也正处于下跌的状态 价格也都是随着国际糖价来计算 对于媒体报导指出 未来奖涨五成表示太夸张 二月有已经有回跌下来了 糖价格方面基本上是随国际糖价计算的 目前国际糖价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个消费低迷嘛 糖会缺没有那么严重 那个五月说涨五成那个太夸张了 有部分业者担心糖价一直涨 但台糖公司表示 糖价如果未来涨幅太多 公司有一套应变措施来还涨 来稳定国内糖的价格 让国内业者不至于损失太多 原是新闻五嘴台东市采访报导